我们脑上来 每天少不了一栋面 今天我就教大家做一个很有特色的香辣排骨面 干货全拉走 开店就在前 大家好 我是评论王老师 首先我们处理排骨 新鲜的排骨凉水下锅 开火煮出排骨里面的蟹水 给排骨去腥 慢慢加热的过程中 你看排骨里面的蟹水形成血沫就净出来了 烧开血沫完全净出后 捞出 倒入清水中 把附着的排骨上的血沫冲洗一下 冲洗干净 锅里油烧热 先下入豆瓣酱和香辣酱 炒出红油炒香 再加入葱姜辣椒段 爆出香味后 加入处理好的排骨 再留着一勺白酒 翻炒香油 给点老虫刷色 然后再加入清水 这盖水 这盖水一次要加够多加些 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汤面 冻这个香辣排骨肯定少不了香料 一有增香的作用 二有降噪的作用 小茴香花椒八角桂皮 千里香香叶 白纸 烧不了多空 炒果记得一定要去紫 香料抓包 老规矩清洗一下 去除灰尘 降级药性 加入烧开的汤中 一起冻 最后调入鸡精 胡椒粉 白糖 豆瓣酱和香辣酱里面的盐味已经够了 所以就不需要再加盐了 开小火慢慢冻 把肉冻熟 排骨就让它慢慢冻着 接下来我们和面做面条 面条的准备选择很多 有白面和了 有齿面 有拉桥子 今天我做拉桥子 和面还是老规矩 两斤面粉 六颗盐 搅拌均匀 风刺加入 460个水 边加 边搅拌 水加完 搓拌到盆底没有干面粉丝 然后挤压 边挤 边挤压 挤压成团 拿出 乳光 乳光 搓开 刷上油 再拱动一下 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然后再搓开 搓成这样 长短粗细均匀的面剂子 刷油 防止表皮风干和互相遮连 然后再二次搓长 注意手法 从中间慢慢发力 向两边搓开 搓到长短粗细一致 然后抱一下 蜂蜜 蜂蜜 蜂蜜好后 醒面40分钟 这个面剂的手法呢 我经常给我们来现场学习的学员说 没有捷径 勤加练习 熟能生巧 手上对面剂油感觉了 效率和质量都就有了 排骨冻出后 捞出料包 面也醒到时间了 那我们就开始拉桥子 分面 撕个面取出 分开 分开后刷上油 一方子互相接着粘脸 首先把面头整起来 两股托起 开始拉 甩出去 打到中间 挂起来 甩一下 再甩出去 再挂住中间 拧一下 甩 再甩出去 挂住中间 拧一下 甩 甩 揪掉面头 这样我们的拉桥子 就制作完成 你看细细的 特别均勇 揪出来的面头来 揉一下 搓成面剂子 可重复使用 拉面 下锅 一开面条飘起 下青菜 再次烧开 烙面 来一勺原汤 香辣排骨 少不了 最后 减缀 下菜 这样我们一碗 香辣排骨面 制作完成 排骨酥烂 香辣 可口 面条光滑 劲到越嚼越香 最后我们回顾总结一下 一 下锅炒排骨时 不要炒时间太长了 不然肉质生得太紧 冻的时候不容易入味 二 这个面条呢 一定要揉透揉光 搓成面剂子 行到时间 不然拉的时候容易断 而且粗细还不均勇 三 面条下锅后 切一切四斤角度 而是要轻轻动一下锅底 等面条飘起后 再四斤角度 让面条分开 这样面条不易断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小吃也有大学旺 如果您想了解学习 更多餐饮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